在導演的路上和你當作想像中有沒有出入 我在電視台做的時候我是做演員 不知被一個英明神武的華南影帝兩屆叫張英 跟他對一場戲 我四葉子 被他走過來撕了我的劇本 小孩 你知道這場戲嗎 我告訴張英 知道就行了 我說什麼 你說什麼 我心想為何他這麼不尊重編劇 不行 但我被他嚇壞了 我就不敢再做演員 我就轉去做編劇 我就不讓議員改我的劇本 但不行的 不知議員不改 導演也在改 好 我做導演 我做了一個尊重編劇的導演 不改別人的劇本 做了導演之後 還是改別人的劇本 搞到最後 還是一起寫吧